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格子要跟大家分享的绘本是 妖怪油炸饼 眼镜兔最喜欢吃东西了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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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今天我要去山上摘野菜 是做蔬菜沙拉呢 还是做酱汤好呢 嗯 喂 小猫 你在吃什么 好香哦 讨厌 你不要错过来看 我今天带的是油炸饼 油炸饼 好吃吗 快点 要我来尝一尝什么味道 嗯 好好吃啊 炸薯饼你可以吃 这个炸鱼饼你可别吃呀 嗯 真好吃 嗯 嗯 告诉我你是怎么做的呢 于是小猫 于是小猫回家把妈妈的菜谱要了过来 好呀 那就来做很多的油炸饼吧 胡萝博 胡萝卜 红薯 胡萝卜 红薯 南瓜 洋葱 还有面粉油 鸡蛋,嗯,都买好了,零用钱都花光了,不过没有关系 嗯,姨姨先切菜,把鸡蛋,面粉和凉水搅拌在一起 把蔬菜裹上一层面糊,放在热油锅里炸一下,过一会儿还要翻面 哎呀,忘了切洋葱了,现在切了放进锅里吧 嗯,哎呀,好疼啊,我的眼睛 一切洋葱,呛到了眼睛,眼泪掉个不停 摘下眼镜,擦擦眼泪,小兔又开始忙东忙西了 可是,一不小心就弄错了呢 眼睛扑通一声,放进了面糊里 哎呀,哎,算了,用热油直接炸吧 嗯,真香,我最喜欢油炸饼了,刚出锅就吃,是最香的 油炸饼的香味一直飘呀飘呀,飘到了山上妖怪那里 哎呀,这是什么味道,真香啊 呵呵,就是在这里了,是什么好吃的呢 哦,是油炸饼 对了,从这个钥匙孔里钻进去吧 妈里妈里哼,变小变小,变小变小变小 嘿,哇,真香,这就开始吃吧 妖怪趁眼镜兔没看见自己,一摇一摆地跳着偷吃油炸饼 哦,真好吃,真好吃,真是太美味了 眼镜兔一点都没有发现妖怪在偷吃 嗯,是,可是这油炸饼怎么那么快就没有了呢 就在这时,妖怪一打滑,扑通一声掉进了面壶里 哎呀,什么东西啊,还蹦着呢,这蔬菜可真是新鲜啊 嗯,没关系,这个也一起炸了吧 妖怪十分慌张,他想大喊 不要把我做成油炸饼啊 可嘴里全是面糊,发不出声音 眼镜兔把这个蹦着的东西放进了油锅里 真可怜,妖怪油炸饼 其实,妖怪吃溜一下,使劲地跳了出去 炸得只有面糊 嗯,这个油炸饼是空的 真奇怪 好吧,最后炸一个大个的 嗯,嗯,好吃 哦,眼镜 这是我的眼镜 我做了一个眼镜油炸饼 真好笑 可是,眼镜兔却一点也不值得 自己差点把妖怪做成了油炸饼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 想要收听更多儿童绘本 欢迎关注格子酱讲绘本 格子陪你一起成长 我们下回说 我们下回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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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